迎上古寨位于贵州首执金县冷场寨 是一座坐落于悬崖之上的古代村落 因其托起古寨的石山像一只大象 又被称为象徽上的古寨 据说三百多年前 特别为了躲避土匪来到此地 他们选择了这个三面都是悬崖 异守南宫的地方修建了这个村寨 因为古寨建在悬崖之上 也给迎上古寨冻添了神秘的色彩 在这里人们过着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 我想 新的一处世外桃源 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向往 我特别喜欢它这几块石头 你发现没有 它的颜色特别润 已经走遇了 带着时光的痕迹 你好浪漫哦 他们的房子 全是这一种 石头 和青砖 这边有一个他们的 迎上古建筑群 这么有个月亮井 他们的老井 以前这个村子的人就是喝这口井 喝这个井里面的水 全村人喝这个井里面的水 这个水很干净 这里面还有人住 你记得这里面原来有一个老人在这里住 对 是吧 这也是多少妇人家在这里 对 你好 看看里面这个房子 我记得里面这个房子以前有个老人 有个老太太 去世了 我来过来过来过几次了 大家看看猜猜这个是什么 在村民我们看见他们有这个杆子 一架 一叉 对 这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这个材质 在这个村里面去挖的 根吗 对 那么拐的地方是根 拐的地方是根 拐杖 它这个是 原生态 原生态 多少钱一个 这个拐杖 对地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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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 那个杖一杆呢 对地五十 对地五十 哦 红五十 红五十 那个树根是吧 嗯 它比较结实 嗯 对 你们把这个花窗都盖起来都保护起来 这个花窗 对 这个花窗是 应该是老 老 老件了 这个花窗是吧 那这样就好 嗯 这个花窗一些 灰尘啊 这些就 一个是还有一个防盗 怕有人把它抠掉 嗯 一会没事手摸 摸一摸 然后呢 有人把它抠了 好 好 再见 谢谢了 好 拜拜 传统承诺 保留民居 嗯 这个门很厚 厚实 一个大幅石头 古井 古墙 古屋 文哥这是一个什么建筑 好奇怪呀 这是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碉楼 以前的一个碉楼 你叫碉堡 是吗 对应该是 他们村子里面 平常是以前 这个村子有成熟的 这个碉楼呢 是以前 他们寥望 放手 去一个 这种 守卫的作用 是吗 但是 对 它有枪眼 我看到了 有那种细小的缝尸枪眼 嗯 但是 那个 这里突出个鼻子 干嘛 鼻子上有个十字孔 这个 这个是干嘛 我们让我们的 网友来猜猜 好不好 嗯 大家再看一下 在这个碉楼的 上面 突出了一块 看到没有 那块是干什么的呢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 啊 你看这里有个孔 我看到这里可以排那个 污水啊什么的 哦排污水 如果你在里面居住的话 那污水你肯定要 这个污水排出来 哦 也可以 就是里面 生火座放了污水排出来 那么 大小便应该也是可以 对对对 我好像就这样说 哈哈哈哈 应该是这样 这样的 不少 讲很不好听 对啊 不好听 所以是排污水的地方 对 不是排大小便的地方 是排污水的地方 排污水排大小便就可以 对 大家看着吗 直接把他排出来 对对对 那么呢 呃 他们出不来 那么他们的污水 还有他们大小便 干什么就是用这个 通过这个把他排出来 哇 这个春好漂亮 你看那个厨菊开满了 太美了 对吧 温哥 温哥 对 出局你们看 这边一个刘家大院 啊 这还有一个档案陈列室 这个大院也有个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下面这个筑基啊 非常的漂亮 一个大户人家 啊 这边有一个他们的寨门 我们看 迎上 这边写了一个 迎上 资金 迎上 古建筑群 送鸡 和五宝侯单位 两扇大墓门 大概有 这个墙 大概有个 五十公分厚 啊 他这个 文哥这个城墙是两层的 中间有个夹层 他这个厚度很宽 对吧 你看整个 上面是木头 对 这是以前的老石块 对 对 你好 这边你们还有人住啊 有 你们家吗这是 这是你们家吗 是的 我们的家 哦 你们家在这里 对 那应该是在这边住了很多年了吧 嗯 七十年了 百十年了 百十年了 最少百十年了 几百年了 几百年了 嗯 这个是以前 他以前是那个 旺江楼吧 他是以前就有这个停准 现在呢 重新把它打造了 但是现在上不去 下面的门锁住 就是修旧如旧了嘛 对对对 是这样的 嗯 等于说在原貌上面又重新的 嗯 要搞得完整一点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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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作为一个乡村能打造出这么一个规模来 确实不错 嗯 难度很大 这个村子有多少年了 这里应该是三百 也是三百多年了 我家来的时候下面还是一片亲戚 没有土 哦 然后我家来了 然后就如如续续 王家来了 王家来了 然后王家和刘家他是亲戚关系 嗯 然后刘家又来了 你的乌家是最岛的 第一家 第一家 然后王家刘家 对 草山啥帮来摘呢 哦 哦 草山啥帮来摘起来 草边 嗯 这是好的钱玩嘛 五块 五块啊 嗯 嗯 大家同学怎么样啊 这个寨子 你觉得 我觉得非常好 保护的很完整 嗯 嗯 整个古寨没有想到 我们贵州这个古寨 特别是古炮楼 特别有特色 嗯 嗯 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应该是 并且它的 所有的古民居都是 呃 修旧如旧 保存得非常好 并且它还有很深的文化底蕴 我觉得这个地方 值得来是吧 值得来 值得来 欢迎大家来 对 并且它的现在新农村打造的整个 呃 你看它那个近春的那个 隔山花呀 开满了 这个季节 嗯 桃子也熟了 然后很有 烟火味 村民们本身就住在这个古村落里面 人又很少 你感觉就非常不一样 嗯 对不对 对 很美 确实很美 嗯 切脚多好啊 嗯 多凉快 你看这些石头 明目其次啊 相背上的古寨 确实是 离开迎上古寨 继续我们的一千年九座 国家级传统村落探访之旅 接下来将会发生 在英伦归声音 敬请关注 谢谢大家